朱立倫的 親美不親中 九六共識不是共識的說法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預言 不會獲得國民黨內百分之百的支持 想要觀點來評觀點 歡迎收看 尾漢觀點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今天跟大家談一個 非常清楚重要的主題 朱立倫國民黨主席 他到美國去出口轉內銷 他想要讓台灣民眾看到的話題 終於出現最重要的 所謂沒有共識的共識 non consensus consensus 好 那什麼意思呢 我們直接來看影片 在6月6號的時候 朱立倫到美國華府的布魯金斯 這個基金會去 發表了重要的演說 那在演說結束之後 台下就有人提問 請問你對於九二共識有什麼看法 朱立倫做了以下的回答 We want to solve the problem for the people So don't waste our time on this kind of so called non consensus consensus So that's the foundation That's still the key Just like Americans want China policy It's also a non consensus consensus It's a creative ambiguity That's my answer 朱立倫回答很清楚 他說我們根本不需要糾結在這個 Non consensus consensus Non consensus就是沒有共識 Consensus就是共識 所以合在一起講就是 沒有共識的共識 休息一下 朱立倫的講法怎麼讓我突然想到了阿扁 我以前在跑新聞的時候 阿扁講說什麼 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agree to disagree 對不起我本來要放影片給大家看 如果找不到 我就演給你看 阿扁曾經講過 九二共識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 民進黨反九二共識 說沒有共識啊 何必要用九二共識呢 國民黨說有啊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嘛 兩岸各以一個中國為基礎 我是中華民國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不對 馬英九是這麼說的嘛 所以當2019年習近平提出了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之後呢 馬英九前總統還特別在 2020年的11月7號 就是馬習會五週年的時候 開了記者會跟大家講說 一國兩制跟九二共識沒有關係啊 可是這個說法 現在等於是被朱立倫給踢翻了 主席叫朱立倫 地點在美國 他跟美國人講說 我要親美 我不要親中 而且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 這個消息傳回台灣之後呢 來很快跟大家整理幾個重點 各界的反應是如何 第一個 新黨 新黨講說呢 這個基本上呢 是一個所謂的賣台輪啊 或是綠色輪 直接通批朱立倫是民進黨同路人 說怎麼樣把台灣 邁向推向戰爭的邊緣呢 新黨開記者會 直接公開點名罵朱立倫 中國大陸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 他不是現任的 跟大家講 胡錫進他還講說 什麼東西啊 朱立倫這根本就是小民進黨嘛 就是變民進黨的附水組織 民進黨是說 看到朱主席在美國講到九二共識 是沒有共識 樂見民進黨漸漸遠離九二共識 觀眾朋友 我剛剛講的胡錫進 講的新黨 講的民進黨 那我問大家 國民黨呢 國民黨還沒出生 我告訴你 國民黨現在只看到李德維 曾明忠 他們在立法院講說 記者問我 我就說難道你有更好的方式嗎 他們就是配合主席 也就是不敢反駁主席嘛 可是我們要聽齊嚴關節型 我就直接點三個人 第一個 張亞中跟朱立倫一起選黨主席的人 他支持嗎 他不支持 他已經寫了一篇社論集的文章說 朱立倫等於是 把民進黨沒有講的話都講了 他完全的親美 而且甚至反中 這是危險的 洪秀柱前主席 他也是屬於親中派 合同派的 他也沒講話 還有馬英九前總統 所以朱立倫這節講法 在國民黨內 未必會獲得百分之百的支持 但是不支持又如何 我現在就是黨主席 所以朱立倫的說法 就變成是現在國民黨的路線 但問題來了 朱立倫他現在親美 可是國民黨過去這兩年 他是以美的 懷疑的以壓 比如說阿富汗撤出的時候 大家講說20年說變就變 美國不可信 你看之前在越南也是一樣 直升機飛起來以後就拋棄了 然後阿富汗說走就走了 還有人掛在飛機後面掉下來 你又記起來了 對 當時阿富汗美軍撤出的時候 就出現了所謂的以美論 哎呦 美國會不會在關鍵時刻放棄台灣 現在烏克蘭被俄羅斯打了 烏俄戰爭打100多天了 一樣啊 那今至烏克蘭明至台灣 我們會不會擔心有一天台灣變成烏克蘭 如果兩岸打仗的話 美國會不會來幫忙 那馬英九其中的說法也是 首戰及中戰 美國不會來幫 就算來幫也來不及 這一些剛剛以上的說法都是以美論 懷疑美國的論點 而提出的都是國民黨 包含立委 包含了這些國民黨重要的正式人物 所以國民黨是以美的 對美國產生懷疑的 對美國不是完全信任的 突然出力的人要轉彎路線說 我是完全親美 而且我不親中 國民黨原本都是親美的 國民黨從來都不親中的 有一些親中真的突然摔倒 怎麼會這樣 然後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 這個大的架構 親美不親中 九二共識不是共識的朱立倫路線 在美國公開的展示給所有人看 那他會面對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朱立倫的說法能否貫徹 國民黨真的要走這條路線嗎 首先我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 國民黨到底是什麼品牌 他是一個以美的品牌 還是一個親美的品牌 他是一個親中的政黨 還是一個反中的政黨 搞不清楚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政治人物的看法不一樣 而國民黨一直沒有進行 我一再跟大家說過的路線大辯論 搞清楚我們是怎麼樣再來說 民進黨也是一樣 從早年黨外時期 都要創建台灣共和國 到現在時期根本就沒有了 我這樣講比較白了 蔡總統也好 賴副總統也好 他根本沒有追求台灣共和國 也沒有要修憲獨立建國 沒有 很多的國民黨支持者還在那邊講說 有膽你就去獨立 他們沒有要獨立 民進黨的執政者跟政治人物 還有支持者 就是中華民國 後面掛到台灣就好了 你還在那邊以為他要修憲制裁 沒有 他就是把中華民國 當成是一個70年的國家 先前跟大陸的那些高阿波抵呆 這個路線很清楚了 你可能沒有看懂 所以民進黨他的路線是這樣 那因為幾次的選舉勝利 所以蔡英文一錘定音 他是黨主席 他要六都叫誰就是誰 沒有人敢講什麼 可是他是強勢黨主席 你朱立倫不是啊 你是弱勢黨主席 連市議員都會嗆你啊 連這個地方提名的 徐志榮他說對不起不要提名 我不選苗栗啊 桃園到現在我一直沒有搞定啊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弱勢的黨主席 他又要去做強勢的路線領導的時候 就會產生問題 但是其實說實在的 我剛剛已經講了 張亞中、馬英九、洪秀柱 都未必會贊同這次朱立倫的說法 所以國民黨其實是需要路線辯論的 搞清楚國民黨怎麼走再說嘛 那能不能走得通是一回事 可是你得先做路線辯論 可是我剛剛講的這一點 並沒有做路線辯論 所以朱立倫的親美不親中 九月公事不是公事的說法 我這邊可以跟大家預言 不會獲得國民黨內百分之百的支持 第二個就是 國民黨到底要不要執政 如果國民黨不要執政 路線辯論之後是維持兩岸合同路線 或是一個中國路線 或是繼續擁抱九月公事 沒問題啊 總統大權選不贏而已嘛 也沒有那麼嚴重啊 親民黨也沒有執政過啊 民眾黨也還沒執政啊 只有中華民國到現在為止之後 國民黨跟民進黨曾經執政 選贏過總統 選贏過總統嘛 那如果你在不追求 即刻快速的重回執政的前提之下 要維持兩岸和平的路線 不是不行喔 各位網友我現在把話講清楚 免得大家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如果你看了清楚 而且討論路線以後 是要 兩岸要和平的 那雖然你可能2024選不贏 但是有一天兩岸真的快打仗了 開始出現駁火了以後 民眾轉過頭來一看就是 國民黨我要支持國民黨 因為我不想打仗的時候 你會突然增加很多支持者 你的品牌很清楚 就是我常講 講過300次的咖啡紅茶 酸梅湯的理論嘛 你把自己的東西要賣什麼 講清楚就好了 可能現在大家喝酸梅湯不多 可是突然有一年 講說喝酸梅湯 可以看COVID-19 我是舉例啦 你馬上會大賣 這樣大家懂吧 所以國民黨路線辯論之後 再決定自己怎麼走 是最妥協的方法 可是現在並沒有 所以每次換一個黨主席 就有微調 這個黨主席要九二共識 那個黨主席不要 那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國民黨要執政 線下的方式 跟九二共識不切開的方式 是沒有用的 2016年2020年 國民黨已經連續兩次大敗了 包含了地方的選舉 包含了補選 包含了四大公投 反美的形象被扣上來以後 就是輸 所以我今天講了這麼多的結論是 我樂見朱立倫做重大改變 我不是國民黨員 我是個政治評論員 也就是既然之前那樣的方式 已經無效 也選不贏 親中 以美 那你倒不如改過來變成是親美 而且不親中 九二共識 不是共識 這個說法 拿回來去驗證 選舉是最好的驗證 今年年底要選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要尋求執政的話 你就做你自己的路線就好了 但如果你要尋求執政 你就必須要觀察市場在哪裡 現在大家都喜歡要吃蛋塔 你不賣蛋塔 你跑去賣茶葉蛋 你的生意就不好了 如果你要追逐現在的路線 主流 主要市場是 大家希望親美 台灣多數的選民希望親美 民進黨親美 民進黨都執政了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要尋求快速的執政 朱立倫的做法 其實是可以嘗試的 只是會不會成功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有兩個原因 你要親美 民進黨比你更親 而且已經親很久了 你沒有比他更親的話 你雖然可以 因為這樣子而比較不親中 你也未必能夠拿到那些 要投給民進黨的票 這樣大家懂嗎 因為比起民進黨來講的話 他站的比你跟美國還是要更近的 第二個就是 你未必有機會可以驗證 這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主題 最大的一個bug了 今年11月26號要是選不好 六都沒有過半 或者是沒有達到16席的目標的話 朱立倫很可能會被黨內的勢力 說你應該下台了 你沒辦法領導國民黨 所以這一套路線 就會變成是最短命的 一個兩岸跟美中台路線了 親美不親中 求而共識不是共識 如果朱立倫 能夠繼續當2024的黨主席 甚至是候選人的話 這個路線才能夠被驗證 能不能選贏 試看看 你怎麼知道他不會贏 可是如果 他根本撐不到2024 在今年年底就因為 九合一選舉選不好 而被逼下台的話 那麼這個路線呢 將會是一個非常短命的路線 所以美國聽其言關係 他看朱立倫在講 他也未必會有太多的回應 因為還不知道 國民黨是不是以後 真的就走親美不親中 九二共識不是共識的論線 這個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 朱立倫大膽嘗試 或許是國民黨唯一的深入 能夠讓國民黨2024重回執政 但還得取決於 朱立倫能不能繼續領導國民黨到2024 以上是這一節的偉憾觀點 請大家聽我們評觀點 YouTube頻道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